好 喚猴議題真的在國民黨裡面 不斷的延燒嗎 昨天李乾隆晚宴 宴請了很多大咖 包括馬英九 包括王金平 但我們要繼續來請教一下 益川哥 因為現場說 除了李乾隆要大家說 喚猴的聲音不可以再有之外 還說勸勁王金平來擔任 競選總部主委 人家不都拒絕一次了 怎麼再來一次 李乾隆在這一次 侯友宜競選的團隊 或者是國民黨的競選團隊裡頭 到底是什麼角色 沒有人知道 他如果是競選的總幹事 總幹事回到一個人頭前 邀請王金平說 不然你做主委嗎 有人這樣邀請的嗎 你如果不是總幹事 你是比主委更大 你不就榮譽主委 你照的火棍人 你在裡面 又說什麼 國民黨在照吃飯很奇怪 吃飯吃完都出來倒嗆嗆 放話 以前都叫榜到榜 今天是李乾隆自己榜 李乾隆說 泛侯的事情不能再說了 他是在跟馬英九說 泛侯不准再講了 吳博雄 泛侯不准再講了 郝文賓 泛侯不准再講了 你這軍王金平 你點點不可以再說了 這代表黨內真的有人在講了 我請問李乾隆是什麼角色 他有辦法跟這軍人說 泛侯不能再說了 第一 他說我們的主帥已經決定了 要出征了 要出征了 我也在這裡點兵點將了 我也在這裡點兵點將 這他跟委託說 李乾隆 你在這裡點兵點將 你在這裡大人的民頭前 這軍港海區你知道嗎 這軍港海超過七十歲 這軍大人的民頭前 你有辦法你把我研究說我已經在點兵點將了 你跟何友宜跟王金平說 我已經在點兵點將了 哇 你很大的 你很大的 現在整個黨就都李乾隆在處理 這事情 翁金平 翁金平是很高興的 不要不是說很高興 就說他人人好 早吃飯當然來 大家笑一笑 早吃飯 你不可以幫我考慮 你不可以說何友宜邀請你一道 現在我幫你邀請第二道 你如果還沒來 你如果還沒來 我看要叫什麼人去幫你邀請 在庭的那些老生 老公飄 那幾個 還不夠主席 可以邀請王金平嗎 問題是何友宜 真的想要叫王金平做主席委員 我也覺得懷疑懷疑 何友宜如果要邀請王金平當主任委員 我要說你如果要邀請 沒有就叫一大堆人去幫邀請 一定是輸的 透過很多朋友 直接叫王金平 面對面兩個人說 說說之後 大家都有默契 看當時什麼中央 要跟大家說 要叫什麼管道來說 不是敲鑼打鼓 去人家吃雜燉進場 又拿雜燉三十文章 整軍在裡面說事情 說出來吃雜燉 現在邀請台北 李全龍他們都吃飯 還跟媒體說我們這間就是要叫王金平做主席委員 王金平如果沒有帶 王金平你也很不一樣 親身去你們家裡沒來 現在邀請台北 現在邀請台北 郝龍斌也請台北 吳伯雄 博公也請台北 吳伯公已經八十幾歲了 現在身體都不太方便了 你跟他請台北 王金平要不然你要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這種的政務道德 你知道嗎 就是說要請做主席委員 做總幹事 要做阿灣會 總會長 這都是一個尊重 不過現在看起來 好像國民黨在處理這些人情 世俗的時候 奇怪 李全龍應該是一個很圓榮的人 應該是很處理這個事情 哪有辦法處理到一頓飯吃完 大家覺得都在滾黃金平 黃金平現在也不知道 對面還坐著馬王正宗的馬英九 當馬英九的名單 我們現在要請王金平 做侯友宜的主任委員 馬英九 可能我們年紀大 反應不來 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整個年紀都比較大 可能回去想說什麼 長期有要說 叫王金平做主任委員 這幾個不可能撞得住 我覺得國民黨 現在處理這些事情 包括侯友宜 在處理這些事情 都覺得很奇怪 尤其我對李全龍 處理這些事情 還要跟每天說這些 連這些細節都說出來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好 那昨天李全龍 幫侯友宜邀的這場餐會 現在說要邀王金平 來擔任進總主委的時候 侯友宜不在場 那請教東豪哥 現在真名中 轉述王金平的說法說 應該是有更適合的人 這句話會不會是個客套話 可是要整合 感覺起來心好像沒有在一起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很實際很麻煩的事情 李全龍有沒有開口 有 王文金平有沒有接受 沒有 這都是事實 那王金平王院長為什麼不接受 我聽到的 因為他對 他對於侯友宜的團隊完全不熟 完全不熟 完全不熟的時候 你去當那個主委會產生一個問題 會沒有默契 沒有默契 總統大選 那個競選團隊的事情很雜 如果沒有意外 總幹事應該是謝政達 如果謝政達跟王金平之間 沒辦法有默契的話 那個競總會出大亂 會天下大亂 好 那就會變成到一個實際問題 那如果兩個人意見不合的時候 到底是謝政達的意見為主 還是王金平的意見為主 對候選人他相信誰 他是信任王金平的判斷比較多 還是謝政達的判斷比較多 就我講了這個狀況 你在未來的柯文哲愛信德身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個競選團隊 一定會有很多不同意見 那你如何處理不同意見 候選人最後授權給誰 是關鍵 何友宜為什麼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所有最後的事情 都是他裁決 對 謝政達能 謝政達是他的政治幕僚 可是謝政達能夠替 侯友宜決定事情嗎 他還是要聽侯友宜的嗎 對 因為我舉個最簡單的意思 我們過去這個禮拜都講金門 金門從任何角度來講 你都不應該缺席 這是政治判斷的問題 我不認為像謝政達他們這些人 也選舉過那麼多次的時候 會認為說可以不需要去 可是結果是沒有去 好 那作為候選人的侯友宜 跟他團隊之間 誰做決定 侯友宜 好 那你如果把王金門放進來 說如果王金門認為你要去 侯友宜去或不去 對 不知道 因為現在沒有王金平 所以王金門怎麼跟侯友團隊整合 那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很實際 賴清德的電影已經開始起跑了 對 所以最近賴清德的團隊也在面臨考驗 柯文哲的團隊定義一尊 他也沒有沒有這種複雜的問題 只是他的誰是執行官 比如說黃珊珊 唯有侯友宜現在有這個問題 他的團隊就是選市長的團隊 你沒辦法面對什麼全國性議題 你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排行程 所以他的行程會亂 行程亂 這個時候還是回到你們 誰決定 我們再看候選舉再過來 你會越清楚 每一個行程跟每一個候選人要訴求的議題 要打動的選民會有關 但之前不是講說 侯團隊就是不聽人家的嗎 他就是想要自己玩 所以黨中央他也沒有辦法介入 像王衡偉之前很生氣 那你現在請求大佬來幫忙 那不是就是應該拜託千拜託萬拜託嗎 我那麼講 這個拜託的方式 就是李乾隆跟王金平的私交是夠的 所以吃飯的時候講一下 講一次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但是你私底下如果真的 一定要王金平的時候 那就是李乾隆帶著侯友宜 在王平民家 或者在李乾隆家 過年的時候 李乾隆跟王金平就在一起 喝春酒 那時候還談了很多事情 可是問題還是一件事情 王金平再厲害 再厲害 他有沒有辦法指揮侯友宜的團隊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但我覺得另外問題是 你說應該是李乾隆帶著侯友宜到王金平家 可是怎麼還是用放話的方式 這一個殘會他到最後還是有人放話啊 對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裡面的事情 好可是 關鍵還是我覺得 就是你在講說這個放話怎麼樣 都是過程 關鍵還是侯友宜自己怎麼想 我那麼講 我在看侯友宜這段過程 就是說如果侯友宜真的覺得 他可以信任王金平 他需要王金平當他的全國競選總部主委 真正的主委 是掌兵服的主委 那就會有一套做法 如果我是需要你展現團結的樣子給我看 那又是另外一種做法 就好像你在看郭台銘 郭台銘對侯友宜到底重不重要 有多重要 還是用金平那句話 他貼的 他現在臉書上的一張圖 還是小鬍子小貓 好 好